接下来Word的部分,我们切换到Word Word的部分的话,首先版面设定 那边界的部分还是上下左右都3公分 这一体的话是直下按确定 再来的话格式框线及网底 页面框线上下选项的部分的话呢 也是度量基准仪,也是在文字 那上下也是两条宽的1PT的线条 好了,以后的话呢,那再来看一下这个 页手页尾的部分 上面一样放一个提主式附件1的文字 那再来的话呢,资源框线跟资源网底都把它加上去 好了,以后切换到页尾 这个地方呢,就输入你的这个名字 中间空一个全形的空白或者两个半形的空白 那输入你的准考证号码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那这边加一个页码,按关闭 再来的话,我们把刚刚的这个资料呢 把它贴到这个Word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其实后续的动作呢 跟前面一样 就是说第一个,还是要把这个表格先做一个选取动作 表格,选取表格 然后呢,自动调整 调整成内容大小 那自动调整成实创大小 稍微做一个调整之后的话 那再来根据它题目要求 去做一些版面的设计 这个设定 那并且在这个范本 根据范本里面我们看到 在上面加一个主标题 并且加一个这一个 西元年的一个日期格式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上面加插入 直接可以在这上面插入 上方列,插入两次 插入两次上方列 那在这个地方再做 做这个标题 跟日期的部分 那这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标题的部分呢 是字的大小为18 字中对齐 并且加一个单线底线 那在这里的话呢 输入当天的考试日期 那特别注意这个日期呢 其实你可以利用插入 日期及时间这里 那语言的话 选择英文 可以选择这一个 前面再加上20 就是08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部分的话 线条部分是 二又四分之一 二又四分之一 那这个中间的话呢 各 各 各课之间呢 空一个空白列 空白列 那最 最后记得 就是说 再确认一下 就是说 这像英文跟数字呢 一定要是 Tine New Roman 这地方的话 自行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之后的话 预览列印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 直接列印出去 就完成Word排版的动作 非常感到 少许 就这样 。